67耶 66 66 67 六七好來 那我們這顆在上的東西喔 幫我寫一下 他在中文呢 第一個 幫我寫的是否 不過這種句子呢 這種叫做子句 為什麼叫子句 因為它不會單獨出現 所以呢 幫成是否的時候 它的後面 這個叫做名詞句 為什麼叫子句 來判斷一下 子句的基本款 一定要有什么 主词加动词 所以主词是谁 第一题 以第一个例句来讲 主词是谁 he 动词是 past 第二句的tina 是主词 past 是动词 第一单题的lay 是主词 will go 是动词 所以我们这种句子呢 基本上 它跟我们第五科学道的那种 间接会句很像 它也是名词指示的一种 可是差别在哪里 它必须自己想办法生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那种俊改写 什么时候出现那个 in the weather 写上去 没有wh的时候 第一个 它是没有wh的时候 没有什么 who啦 how啦 whats啦 whair啦 whain啦 第一种 是没有wh的时候 第二种呢 是你的语意 你的语意翻成是否 不知道是否怎么样 翻成是否的时候 我们就会自己想办法 伸出你的wh 那这个wh呢 可以是weather 可以是义符 然后这个or not呢 我还是要请你们 确定画在这个weather 这一个地方 虽然现在的文法 好像都是义符 跟weather都相通了 可是的确以前 or not只能搭配weather 现在的话是都ok的 那记住哦 好来 再来第二个呢 帮我把这个下面 写个义符 翻成假如 因为现在你们 已经学到 底部有两个语意了 第一个 翻成假如的时候 记住 它一律只能用 现在是 就是你的动词 加s 明天如果下雨 我们就停课 if it rains tomorrow we don't have to go to school 可是我没有办法跟你讲 明天一定会下雨 所以我们要用现在是 可是第二个 它如果翻成是否的时候 是否哦 那你就要根据你的实态 去做决定了 它是可以用未来式的哦 不一定 可是可以 你可以是will 加原型 这是ok的 所以两个语意呢 你要考试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翻成假如 一定是现在是 翻成是否 可以用未来式 譬如说我不知道 明天他是不是会到 叫I don't know if he will come tomorrow 这是对的 就是你要根据你的语意 去做变化 好 那我们就直接看答案 自己改了 我让他用念的 给你们听 ok了吗 来第一题 1. Paul has no idea if Ben has a cold or not 记得 是否 你可以有未来式 假如 一定是现在是 所以这里 因为主词是Ben 动词是has 走来第三 3. I wonder I wonder whether you want to go to the party with me or not I wonder if you want to go to the party with me or not 就是你可以用 whether or not 你可以 if or not 可是因为它叫做 名词子去 所以你的后面 一定要先主词 再动词 所以wh后面 有主词 再动词 好 再来 例子去 4. Mark doesn't remember whether he has a test tomorrow or not Mark doesn't remember if he has a test tomorrow or not 就是你可以写 whether 你也可以写 隐附 可是记住 因为这是一个 是否 所以那个s呢 在这里 好 再来 六十八页 好 来 这个tutu呢 帮我这样子写 写个1 它必须加 否定的附加问句 第一个 先帮我写上去 它必须是否定的 附加问句 因为它的中文 很容易让你被骗 它是否定的 附加问句 所以呢 要请你写这句话 叫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就是这件事情 好到根本不是 不可能是真的 叫 it's too good to通常都是不太好的 to be true 好 这件事情呢 好到不像真的 是吗 怎么说 is it 还是 isn't it 对 因为它的语意 你还是不要被骗 它要用 ezen it 这是第一个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就是好到根本不可能是真的 不是吗 所以这里要ezen it 再来写个2 它的语意 因为是太怎么样 以至于不能怎么样 所以写个so 点点点 写个等语 so 点点点 let 然后马上接主词 重点 起立将 pant cl 一扁t 因为它的中文语义是 费务能 强调的是 费务能 好吗 ok 然后呢 so点点点 let的后面 这个地方 挖号 因为考试你们最常做的 是这两个字会不见 so let呢 可能就要有个代名词 可能it 可能let 这个要记得写 tutu的后面 不会有it 不会有lap 所以你要把这里打叉叉 tutu的后面 不需要再有任何代名词 so let的后面 要看语意 有时候是it 有时候是lap 因为它是单数 负数的差别 好 那我就让它念一遍 给你们听 want the vest is too small for him to wear 好了吗 然后再一句帮我写一下 写个等于 so small let he 然后呢 can't 再来 he can't wear 还有一个字不见了 it 对了 it 不要忘记 just so small let he can't wear it 好吗 然后第二句 2 the tea is too hot for her to drink 好 这样 这里写个 so hot let she let she can't 好吗 drink 不行 drinks 天哪 我怎么听到drinks can is 住动词 住动词 后面怎么会加S it 对了 重点是这个it 不要忘记 it 好 那剩下两句 Marina is too busy to go along the road 4 Alex is too short to close the window 好吗 所以这两句还好就不在练习了 so 点点 enove 那这个to to 翻成太子两句 不能 到了下一种 你要变成so let的时候 来写个1 如果它是肯定 写个等于enove to 如果它是肯定 它就等于enove u g也去 中间不要点点点哦 enove to 是两个字紧紧跟在一起 加圆形 中文呢 它是肯定的 所以是足以怎么样 第二个呢 如果它是否定的 没关系 那我就变否定嘛 只是它否定的时候呢 你就要记得 它会等于 刚刚上一页学到的 to 点点点 to 再加圆形 所以呢 这个so 点点点 lan的 它在哪 so let呢 它可以是肯定 也可以是否定 怎么换到它肯定 否定 往后看 后面有can't的 就是否定 没有can't的 就是肯定 可是第二个呢 写个3 写在这儿 记住哦 so跟souch它在哪 souch加er 再加名词 souch它必须加一个er 再加一个名词 so呢 它是马上接 形容词 you are so beautiful you are so beautiful he is so handsome 有没有 so的后面是 马上接形容词 souch的后面是 接er 再加名词 所以可以是 so 点点点点 let 可以是 souch 点点点点 let 都没有关系 可是它就差别 在它后面接的东西 不太一样 so let 点点点 souch let 点点点 好 那就往下看 1. Helen was so tired that she didn't do the dishes 2. Mr. King was so hungry that he ate two hamburgers 3. Claire plays chess so well that she never loses a game loses 要记得加S哦 loses 记得加S 因为他许是一个人 所以你们最常做的是忘了加S 4. Daniel got up so late that he missed the school bus 好 自己算一个分数出来 给予证 4.0 9.2 5.0 2.3 2.3